和传统巡猎大有不同 如果想要你的波特游枪枪50万 那光追和仪器可千万别选错 首先要知道波特游是一个主打击破的主C 它至少有70%的输出都来自于击破伤害 甚至根据配队的不同 比如在通铁主超击破队 其击破伤害就可以达到总输出的85%以上 而此时技能直伤就仅占5%至15%左右 所以可以看出波特游是个只要对击破和速度 就能打出不错输出的角色 那么光追方面 装5提供了速度 击破特弓以及无视防御 就是最好的选择 实在撑不起装5的话 4星以上有个春水出生 算是勉强能用的光追 蝶5提高12%的速度可以加快波特游行动 当然不想花资源练春水的 也可以职业用新海巡航 补充一点智商方便清杂 仪器的话怪盗套或者量子套都可以 不过波特游大招能量需求低 行技还回能 所以骑士风套也很不错 是混沌压缩轮次的神器 如果想要快速毕业的话 就直接二怪盗加二钟表将 或者二星使光速毕业 内圈就选盗贼套 提高击破特弓 或者用文瓦克开局提前行动 反正都在一个副本里 刷到哪个就用哪个 主次条方面 追求极致输出就选 暴击衣 速度鞋 物理或者攻击球 击破绳 兼顾 击破和直伤 副次条 击破等于速度 大于双暴 大于攻击力 追求安稳不暴毙 衣服或者未免球 就可以换成生命或者防御力 毕竟波提欧主打的就是击破伤害 牺牲一点技能直伤 并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下课